好 下面我们来看19课的第二段 这个第一段他说呀 这个睡眠其实不是为了让身体休息 那有人说那是不是为大脑要休息呀 第二段第一句话说了 咱们直接看屏幕 第二段第一句话说 If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resting the body then perhaps it is the brain that needs resting 那么前面这个黄颜色当然是一个条件状态从居来 如果不是让身体休息的这么一个问题 或这么一个事 a question of第一段刚说过 那么可能是不是别的 甚至大脑需要休息呢 这个It is跟后面那搭配明显是一个强调句 强调的内容是句的主语 是大脑 nees resting就需要休息就好了 这个nees后面为什么在doing 这个结构咱们一会儿会说 把句子大致的语法先搞清楚 那么a question of就不说了 第一个讲过什么什么的事 什么什么问题 看一下这个resting the body 这个rest 这个rest一般我们多把它当不可署名词 不极物动词来用叫休息 但本文中是个极物动词 是让身体的某一部分休息 注意这极物动词 它表示 to not use a part of your body that is tired or injured so that it can get better 就是不使用你身体的某一部分 就是疲劳的部分或者受伤的部分 以便于它能够变得更好一些 就是使它休息一下 注意这极物动词咱们看一些例子 rest your eyes every half an hour 每半个小时呢 让眼睛休息一下 有长期用眼的话容易近视 这是使眼睛休息 I need to sit down and rest my legs 我需要坐一会儿呢 歇歇腿 我们常常让腿休息休息 走了半天 腿这个重了沉了 这个意思 本文中是这么一个 极物动词 再看后面 那有可能不是别的 就是大脑需要休息咯 这个nees resting 这个need 后面加resting 为什么加这个主动的doing呢 这固定搭配 需要怎么样 我们经常可以用need 或者require或者want 后面呢 需要这个事应该是被怎么样的 但是呢 在这里面doing 是主动表示被动的含义 需要被休息呗 或者也可以用to be done 也行 如果用doing用主动 用to do得用被动 需要被怎么样 这是这么一个结构 这是固定搭配 没办法 记住就好了 看些例子 我说这个表需要修一修了 这块手表需要修理 the watch needs requires who wants mending 是正确的 或者to be mended 需要被修理 这个也正确 那百分钟一个把它换成 then perhaps it is brain that needs to be rested 那是不是大脑 需要被休息一下呢 这个rest我们刚才说了 可以当极无动词来用 本文中doing 用主动机构 是正确的 好 刚才在第一段呢 作者排除了一个可能性 说是呢 睡眠其实目的 不是为了让机体休息 因为机体呢 它不休息 反而更好一些 那第二段说 那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是不是大脑需要休息 咱们先来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看屏幕 if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resting the body then perhaps it is the brain that needs resting 前面黄颜色的 当然是一个条件状行总句 如果不是让身体 休息的这么一个问题 或这么一个事 a question 咱们刚刚讲过了 对吧 好 那么rest 就是当极无动词 使身体的某部分休息 那么可能是大脑需要休息咯 it is 跟后面 那搭配当然是固定的 这个强调句型 被想到的是句的主语 brain 大脑 然后nees resting need后面 doing 用主动表达被动的含义 这个知识 咱们一会儿会说 这个rest 依然是 这个极无动词需要被休息 但这里用主动 咱们看看里面一些细节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rest 这个rest 表示休息呢 大家可能更熟悉 它当不极无动词来用 就是休息 但是本分钟是极无动词 它表示 让身体的某部分休息一下 你看 to not use a part of body that is tired or injured so that it can get better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使用身体的某一部分 是疲劳的部分 或者受伤的部分 以便于身体能够变得更好一些 使什么什么休息一下 我们看看 比如说 rest your eyes every half an hour 每过半个小时 让眼睛休息一下 这使眼睛休息 再比如说 I need to sit down and rest my legs 我需要坐下来歇歇腿 使腿部休息一下 这是rest 有这个用法 这是急无动词用法 那本分钟说 在后面就说 那有可能是大脑需要休息 it is the brain that needs resting 这个need是需要被休息 为什么用主动呢 固定搭配 咱们记住 这三个词意思一样 搭配也一样 注意这个want 不是发现想要还是需要 need require 还是want 都是需要 后面跟doing 或者to be done都行 它跟doing呢 是用主动 表达被动含义 动作不定式 老老实实用被动就好了 比如说 这块手表需要修理 我们两个表达都对 the watch needs requires wants 如果用doing 用mending 用to do 用to be mended 这个表达需要被修理 那文中呢 也可以把它替换成 then perhaps it is the brain that needs to be rested 那是不是需要 是不是这个大脑 需要被修理一下呢 刚才讲了 rex可以当机油动作来用 好 再回过整个句子 如果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事 那可能是这个东西需要如何如何咯 这个句型背不住 咱们在其他地方还能用一用 咱们看类似造火句子试试看 如果不是更换贸易伙伴的问题 那可能需要更换的就是贸易标准了 贸易标准咱们强调一下 那么更换可以用动词replace 贸易伙伴 咱们第八个讲 就trading partner 贸易标准就trading standards 就好了 咱们试试看 if it is not a question 什么的问题吗 replacing trading partners then perhaps it is 被强奴的成分 trading standards not need replacing 好 回顾这个句子跟本文中一样 if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replacing trading partners then perhaps it is treating standards that need replacing 依然是用need的贸易主动 这个doing表达被动含义 那前面standard负数 need的贸易就不加s了 这句子完全正确 所以多记一些好句型 有好处 写句子马上就写 那么第二句话 吉尔木说了 说这个看似是有道理的 但是有两个因素 说明它不是这样的 看看第二句话 咱们看屏幕 看第二句话的语法现象 this might be a plausible hypothesis were it not for two factors 这可能会是一个合理的 这么一个假设 如果要是没有 另外两个因素的话 说明还是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有这两个因素 所以看似就不合理了 但是如果要是没有 另外两个因素的话 这是个虚拟器 那么这个 were it not for two factors 其实就是if从句的一个道桩 正常语器是 if it were not for two factors 主句中用的是might 从句中用的是were 一般过得是标准的虚拟器 但是我们虚拟器用 if从句中必动作用were 不用were就好了 这里面用虚拟器的道桩了 这个也是本科书中重点 复习三册的知识 我们先看看 正常语序应该是这样的 this might be a plausible hypothesis if it were not for two factors 如果要没有另外两个因素的话 是这个语序 if it were not for这个结构 大家看得很眼熟 确实我们在第二课见过 咱们看第十一页 第二行到第四行 十一页的第二行到第四行 第二课不要伤害蜘蛛 看这句话 insect would make it impossible for us to live in the world 昆虫可能是我们在地球生活成为不可能了 they would devour all crops and kill our flocks in herds 他们可能吞噬到我们所有的庄家 杀死我们的牛羊 if it were not for the protection we get from insect-eating animals 要不是我们从吃昆虫的动物那里 得到的保护团 要是没有这个保护团 你看主句中 这用的是were的 从句中用的是were 标准的虚拟性 只不过呢 第二课用的是这个陈述 咱们本文中用了一个were 前置倒装 代替点词位置 这个咱们呃 大家第二课说过 这个if it were not for 要不是什么什么的话 要没有什么的话 也可以换成借词短语 意思一样的 大家记得吗 but for except for 也是正确的 也是分类要不是要没有的话 它相当于if从的虚拟 所以主句中一旦还说might would could should might 这个都可以 咱用的是might 要不是另外两个因素的话 this might be a plausible hypothesis but for or except for two factors 也正确 这是第二课知识的复习 这个虚拟器的道装 也是非常推荐 大家在写作中用用 因为写作中呢 各种高级语法成分都用用 咱们有陈述 有道装 有真实 有虚拟 咱们连虚拟带道装都用上 这难度不更高了吗 双重的这个难度 咱们先复习复习在新概念英语 第三册四十二课 讲过这个知识 咱们先看if从具的虚拟 它陈述于其的形式 先复习 它分证 与现在与过去和与未来相反 三个情况 第一个 与现在事实相反 if从具的 大企的s1.2 还是比较sub这个主语了 那从具中呢 the we don't use did be don't still use war 主角中主语后面是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这几个都行 都差不太多 在后面呢 加这个do 加动词远行 这是与现在事实相反 那么与过去事实相反呢 就如果当初是怎么怎么回事 对吧 if从具中主语后面是 have done 过去分词 就用过去完成时 have done 主具中呢 主语后面是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后面叫have done 这个形式 这是怎么基本功 这是与过去事实相反 还有一个 雷老师管的叫 与未来趋势相反 就未来 它是他们没发生 不能说事实了 与未来趋势相反 那么有两种 一种是if从具中 在主语后面 should do 主具中 还是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动词远行 另外一个是 if从具呢 we don't still mean did 或者用what to do 主具中不变 还是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任选一个 加动词远行 这是我们 这个 一个基础的 if从具的虚拟训 但是我们知道 在if从具的虚拟训络 如果出现了 这三个词 最常见的是这三个词 那么 if从具就可以用倒装 这个倒装只用在书面中 就出现了wore 出现了注动词head 不能是11动词 就注动词 过去分词里面的head 那个head 注动词 或者出现should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可以把这三个词的某一个 放到从具具手 代替if的which 用这种倒装 这个倒装只用在书面中 我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if I were you I would go abroad at once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马上就出国了 你看I were you 那主题中用would 标准虚拟训 但主题wore这个词了 怎么办呢 放在前面代替if where are you I would go abroad at once 这个比第一句话 要正式一些 这个倒装只用在书面中 那再比如说 我们看看与过去 事实相反的虚拟 这里面会出现 主动是had If you had come here a little earlier just now you might have met her 如果你刚才 早来一会儿的话 你可能就能遇到它了 那么从具中 用had加过去分子 主句 might have done 固定的虚拟系 那么里面出现 主动是had 怎么变呢 放到前面去 had you come here a little earlier just now 如果你要刚才 在刚才早来一会儿的话 就可能遇到它了 但这个也只能在书面中 这是我们回顾起了 第三册的第四二课里面 也出现了类似的句子 三册的四十二课 现代洞穴人 咱们看一下 可能这么说 the key might never have been discovered had not the entrance been spotted by the distinguished French pot holder Berger 都是这个煽动啊 可能永远也不能被人发现 要不是这个法国 接触的洞穴探险的Burger 他这个看到这个洞穴入口的话 had not是把had 否定放到前面去了 那正常语续用的是if 当然这个not注意啊 有些法处告诉我们 not放到后面也行 had the entrance not been spotted 把the had放到been的前面去 也是正确的 都可以 但后期把not跟had一块前提也行 指前提had或前提had not 都是正确的 正常语续是不是这样呢 the key might never have been discovered if the entrance had not been discovered by the distinguished French pot holder Berger 这是这么一个整个结构 这是与过去事实相反 再看与未来趋势相反 那有两个形式 if it should rain tomorrow you could stay at home 如果明天下雨 你已经带在家了 出现了should 怎么办呢 should it rain tomorrow you could stay at home 如果万一明天下雨的话 你就可以带在家了 用了这个虚拟说明明天天气暴是大晴天 下雨的距离很小 与未来趋势相反 这里是件所有的道桩 这道桩还扔在书面中 那ward to do 用ward也是道桩 也可以道桩 比如说 if the sun were to rise in the west 与未来趋势当然相反了 如果太阳从西边升起 I will lend you the money 我就把钱寄给你 怎么办呢 ward前提 ward the sun to rise in the west 一样吧 ward放在前面代替 if我们顺序朝下来 就是如果太阳从西边升起 我就把钱寄给你 咱们再看一看 当年一道考研的选择题 考研用选择题 看着题应该选什么 the millions of calculations involved had they been done by hand 什么 all practical value by the time they finished 这些涉及到的 数以百万计的计算 involved 是后织修饰的 calculations had they been done by hand 如果他们要是被手来做的话 用手来做的话 手工计算的话 had they been done by hand 咱们立刻发现 这倒装了吗 正确认是 if they had been done by hand if从具用的是had done 主具中的虚拟序的用 which you could might 加have done 我们看一个选哪个 只有b正确 would have lost all practical value by the time they finished 这些牵扯掉的 涉及到的数以百万计的运算 如果都是用手工来计算的话 等到他们结束的时候 这已经完全丧失了现实的价值了 实际的价值了 这是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虚拟 这个里面用了道装 主具中 would you could mind 加 have done 这两个形式 当然全逼 他说了 如果要是没有另外两个因素的话 确实看似有道理 大脑需要休息吗 不再想事情了吗 看似是有道理 但是有可惜 另外两个因素 哪两个因素呢 咱们看 下面他说第一个因素 看这个长长的第三句话 他说 first the electroencephalograph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脑电图 脑电图是什么呢 我们插入语 which is simply a device for recording the electrical activity of the brain by attaching electrodes to the scalp 那么这个括号里面是插入语了 就是这只不过呢 是一个这么一个设施 这么个设备 干嘛呢 用来记录啊 这个大脑的这个电活动的 电流活动的这么一个设施 device 后面可以跟for doing something 也可以跟to do something都正确 那么怎么去记录那个设施呢 后面划横线的部分是牵套在里面的一个方式装鱼 by attaching electrodes to the scalp 就是通过把电极 把它这个这个连到头皮上 头皮上装电极 来测试大脑电活动的这么一个设施 然后这整个是主语了 对吧 然后shows 这是位移动词了 后面就是做这个脑电图嘛 脑电图表明 后面nat开始说句末是必欲从句 他说什么呢 that while there is a change in the pattern of activity during sleep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the total amount of activity is any less 必欲从句里面先签讨一个while引导的从句 我们大家这while怎么翻译 老师说了while如果放在所在句子聚首 所在句子不是必欲从句吗 它的必欲从句最前面了 而且后面是现在时 一般来说都是警管 这是让步不是当模式 尽管在睡眠期间 94年睡眠期间 这个活动的模式有一个改变 这活动当然是脑电波活动了 上面这个electrical activity of the brain 就指这个活动 脑电波活动模式有改变 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 大脑的活动在睡眠期间有任何的一定点的减少 说明大脑的活动也没有减少 经过模式有变化 说明大脑好像也不需要休息 这很有趣 那evidence后面 那从句到句末 当然是一个同位从句了 经常在evidence后面加同位从句 这也是一个固定用法 咱们一会会说 好 咱们先看看 在本文中出现脑电波 脑电图这个词 这词比较长 单词越长 往往越简单 为什么单词越长意思又少 单词越长一般都有字根 你看叫electroencephalograph 这么长的东西 它肯定有字根了 首先下面的electro 像的electron电子 电子 对吧 那么encephaloencephalo这个词写相当brain 加脑子 然后graph 或者graphy表示写 记录 记录写下来 把大脑里的电子活动 用电子的方式把大脑的脑电活动 把它记录下来 刚好就是我们说的脑电图 你看我们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著名的BSC 叫疯牛病 BSC是个缩写 写完了这么三次说过 Bullbine spongiform insepalopathy Bullbine是牛的 Spongeiform是海绵体的 In sponge 是海绵 Form是形状 海绵状的脑病 Insepalopathy是脑部疾病 这个脑相关 还有这个graphy表示写 也是非常重要 写下脑电活动 是脑电图 你看photograph是照片 这个photo本身可以变成light 光线的意思 用光线来写是照片 光线在底板上写下来的 Telegraph是电报 把远方的东西写下来了 Tele表示remote 遥远的意思 写下遥远的字 是打来电报 Autograph表示亲笔签名 auto是自己写的 叫亲笔签名 但是这个autograph一般是大明星的签名 普通人签字 那就signature 这是明星的签名 还有像你看 Geography 写下大地的情况 咱们说过Geo表示Earth 这是地理学 Biography Biography 生命或者一生 记录一生的情况 这叫传记 写下某人的life 对吧 那autobiography呢 才能猜到自传 记录自己的一生 自传 都是写的意思 再比如说 Demography Demo 比如人民 记录人民的情况 这是人口学 或人口统计 这个呢 Bibliography Biblio表示Bible 在古文中就是book 那么把书名字都记下来了 参考书目 这是参考书目 后面 calligraphy 这个C-A-L-L-I 这个字根比较罕见 它表示beautiful 美丽的 字写的美丽 书法 这个几个词啊 我们把它读一遍 我说中文 然后大家跟老师读一遍 第一个照片 photograph 第二个电报 telegraph 第三个亲笔签名 autograph 第四一个 这是地理学 Geography 然后后面 传记 Biography 自传 Autobiography 人口学 人口统计 Demography 然后参考书目 Bibliography 最后一个书法 Calligraphy 就是这个大根词里面 有这个重要词根 非常重要 好 再回头去诺 那么他说什么呢 这个脑电 这个脑电图啊 这个 这个 是什么呢 只不过是这么一个设施 a device 什么设施 for recording 记录大脑电活动的 这么一个设施 device我们说了 我们搭配有两个 一个是用for 一个是to do device for doing something 或者device to do something 做模式的 能够做模式的 什么一个设备 两个都是正确的 你比如说 a device for measuring humanity in the air 一个测量空气中 湿度的这么一个设施 这么一个设备 device 用to do也行啊 a device to detect carbon monoxide 探测一样化碳的 这么一个设备 总之 我们叫for doing to do 意思是一样的 可以替换 那么用于记录 大脑脑电活动的 这么一个设施 通过什么呢 通过把电极 把它贴在头皮上 这个attach 一般是跟to搭配 表示连上 系上 粘上 总之把a和b弄到一块去 attach something to something 把脸上 系上 贴上 粘上 都行 我们先复习三册十八克 三册十八克 line up against the wall There were lying long thin wires attached to metal spheres 这个在墙上 被排成了一排 有一些细细长长的电线 电线下面还连着金属球 就是attach to 过去分子 被连到了金属球上的电线 就下面还连着金属球 还有我们三册的第四十三克 就是这个 the size of the dish was so smooth that it was almost impossible to attach horses and chains to the rim without damaging it 就是把这连绳系上 绑在一块 他说这个 这个碟子的边缘 是这么的光滑 平滑 也就是几乎不可能 把horses 船上大揽绳了 揽绳和铁链子 连到这个 这个 这个碟子的边缘 而不破坏这个碟子 因为这个碟子边缘太光滑 不好连上 恐怕得打孔才行 这个attach a to b 把ab连到一块 还有一个 咱们加一个副词 sentimentally be sentimentally attached to 表示在感情上 跟它紧紧相连 就是感情上 一连某个东西 这是三册四十九颗的事实 在感情上一连 你看我们复习 三册四十九颗里边 she was sentimentally attached to this house for even though it was far too big for her knees she persisted in living there long after her husband's death 这个老太太 就是我的姨妈了 她呢 对这个大房子 感情上 难受难分 很依恋 为什么呢 因为 尽管呢 这个对她的需要来说 这房子实在太大了 但坚持 她在她老公死以后 很久 还坚持住在房子的 住在房子里边 感情的依恋 叫be sentimentally attached to 这是三册知识复习 好 再回到我们一种 她说呢 这个最近 有这个脑电图的 她表明 受是非一动词表明 那表明什么呢 后面加并预存据 并预存据里面 在牵涛一个 让步状态存据 哇哟 尽管 尽管在睡眠期间 脑电 这个脑电活动 模式有改变 但是呢 没有证据表明 它这个 这个 总活动量 有一点的 丝毫的减少 这个evidence 后面加 那从据是同位从据 这是evidence 经常的用法 证据这个词 经常跟 大家听到的 同位从据 并且经常 把这个evidence 放在 第二遍 剧性里面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看熟了 咱们就敢用了 比如说 There is some evidence that the economy is improving 现在有证据表明 那么经济正在好转 有什么什么的证据 能表明经济好转的 这个证据 后面加 同位从据 也是放在 第二遍 剧性里面 再比如说 Is there any scientific evidence that a person's character is reflected in their handwriting 有没有一些科学的证据 能够表明 可以加上 能够表明 是这么一个 表明什么呢 一个人的性格 能够在他的 这个字 这个字记里面 反映出来 handwriting 是写的字 那一个人的字记里面 能不能反映出 他的性格呢 有没有任何科学证据 能表明这些呢 evidence from the adapt 再比如说 There is now clear evidence that these chemicals are damaging the environment 现在已经有 明显的证据 能够表明 还可以再加上 能够表明 是什么呢 这些化学物质 确实正在伤害 我们的环境 这个evidence 后面就直接加 这个同位从据 直接发现成 有证据 什么什么表明 而且一般 确实用在 derribution更多一些 那么没有证据表明 这个活动的总量 total amount of activity 有任何一点的减少 这个any 翻译成 丝毫一点 没有一点减少 any表示 used before the comparative form of an adjective or adverb to mean even a small amount 一点也没有 丝毫也没有 他一般呢 都放在比较急的 形容词或负词之前 表示一点 或者丝毫 一般放在比较急 形容词或负词之前 咱们看一下例子 I can't run any faster 我一点也不能跑得更快了 跑得更快一点 都跑不到了 我到极限了 一点也快不了了 丝毫也不能更快了 are you feeling any better 现在觉得好点了吗 好一点了吗 有没有丝毫的好转呢 any就一点或丝毫 你看用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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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词或者形容词比较急之前 本文中也是这个用法 他说 这个 在 在视觉期间 大脑的 这个脑电活动 其实总量 最没有丝毫的减少 下面他 来陈述第二个因素 the second factor is more interesting and more fundamental 这句话简单 第二个因素呢 更有趣 同时也更重要 fundamental 叫至关重要的 重要的 这个意思 那怎么个重要法呢 我们看看下一句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本的分析 some years ago an American psychiatrist named William Demand published experiments dealing with the recording of eye movements during sleep 这个白颜色的 依然可以看到 剧的主干了 他说 在若干年前 一个美国的 精神病学学家 named William Demand 把它看作后置之影了 就这William Demand 这个人 就被起名字叫 名字叫什么什么 这个人 他 他出版了 发表了一些试验 就是发表试验结果了 这个意思 什么试验呢 dealing with 一直到剧末 是这个非为动词 当后置之语 deal with 是与什么什么有关 是内容 是关于什么呢 咱们一会儿讲 这个deal with 关于什么呢 关于这个睡眠期间 这个 如活动的记录 这方面的实验 他在报纸上 或者科学期刊 发表了 出版了 Deal with sleep 是一个时间状 在睡眠期间 好 看里面的一个重点词 就是我们后面 那个dealing with 它当然是非为动词 到后置语语了 来自于 deal with deal with 这不是应付处理解决 这是多一词 什么叫deal with呢 if a book speech etc deals with a particular subject it is about that subject 如果一本书 一个演讲稿 一个演讲演说 是deal with 某一个主题 它就关于那个主题的 就书或者演讲的内容 是关于什么呢 这叫deal with 我们看一下简单例子 the story deals with the psychological conflicts between mother and son 这个故事 是有关于 母子之间心理冲突的 内容是关于什么呢 这是关于 不能发现成应付处理解决 跟他类似的 还有第一段 刚刚讲过的 关于什么 concern 或者被动的 be concerned with 还记得吗 主动被动 意思一样 都可以表示关于 再看几个例子 much of the material in her early letters concerns events which happened some years before 在他早期书信的 大多数的一些素材呢 都是有关于 在若干年前 发生的一些事件的 这是有关于 concern 用主动 用被动也一样 Alton's books are often concerned with environmental issues Alton's books 他的书通常都是有关于环境问题的 关于主动被动 意思一样 那我们再复习 在本书中 第一段最后一句话 再看一看 第一段最后一句话 事实上呢 我们说这个 一个 这个基本量的活动 在睡眠期间 还要发生 这怎么样呢 which is specifically concerned with 这个专门啊 是有关于 避免这个肌肉 不活动的 这样一些 这个moment 你看这个 be concerned with 还是关于有关于呢 跟他 类似的还有好多 我们再复习 在新概念第四册 就是咱们第四册 23页的第二行到第四行 第四课里边 23页第二行到第四行 One case concerns Eleven year old Scoopro Varipatrova 还记得吗 最近有个事例 是关于 还是关于吧 关于一个11岁的女学生 叫Varipatrova 她有正常事例 但是能够呢 通过皮肤不同部位 探测东西 甚至看穿结实的墙壁 这是关于 在复习三册 第七课 还是关于 A recent case concerns Jim Bartlett 最近一个事例 是有关于 Jim Bartlett 他的未婚夫 约翰经营了一个 成功的家旗公司 这是关于 Concern Be concerned with 也对 当然可以用其他来替换 我们写作中可以替换 比如说Be about 最简单的关于了 Have you ever read He is kinky It's about an English woman and her daughter traveling in Morocco 你有没有读过 当然这个都是read 过去分子了 He is kinky 这本书呢 它是有关于 一个英国女人 还有她的女儿 在摩洛哥旅行的 这么一个故事 Be about 也是表现内容是什么 关于什么 还有 主要是关于什么呢 有个focus on 也就是内容 主要是关于什么呢 Mainly about Be mainly about 主要是关于什么呢 看一下例子 The next chapter will focus on this problem in greater detail 那么下一章 将更为详细的 重点来陈述 来这样一个问题 就重点展开这个问题了 就重点是关于 更详细的 来描述这个问题了 focus on 就是内容是 主要有关于什么 内容的 主要内容是什么 下一章主要内容 就是更深入的 更细致的 来描述这个问题 再比如说 a weekly magazine mainly focusing on business related issues 一本 这个周刊 杂志周刊 它主要有关于 focusing 是过去分子 现在分子当 后制定义了 它修饰这个magazine 主要是有关于 这个商业相关问题的 一份 杂志周刊 这是 focus on 它表示内容 主要是关于什么的 跟本文中 deal with 异曲同工质量 可以同时记住 它是出版了一些 实验的结果 这实验是有关于 记录 这个睡眠期间 眼球活动的 这么一些东西 好 这句话 我们先看到这